不少朋友都去过鸟巢和水利坊,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水利坊的正南方一百米左右,有一个藏于树林深处的古代风格的建筑呢?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主角,北鼎娘娘庙。 北鼎娘娘庙在明朝宣德年间就已经开始建造了,里面供奉的是非常有名的陛霞援军,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泰山老奶奶,除了陛下援军之外呢,里边呢还供奉着很多其他的神奇, 比如宋子娘娘和冬月大帝等等,此庙也是老北京历史上著名的五鼎之一,可见地位之崇高。 不过呢,在鸟巢当时还没建之前呢,很长一段时间呢,这附近就是个脏乱差的村子,娘娘庙年久知修也很破败。 那各位可以想想,如此破烂的一间庙,国家会给你翻修吗? 为什么当时整个村都被拆了,而单独留下这一间破庙呢? 这些年呢,北鼎娘娘庙神秘事件,网上吵得也是巨火。 说北京纪石曾报道,当初啊,在建造鸟巢和水利方的规划史,本来修建地址就已经选好了,就想把这座寺庙给拆除了。 但是呢,在2004年8月27号的下午三点,几个工人刚刚把庙门给拆下来,大晴天突然就出现了非常不可思议的怪事。 鸟巢工历吧,瞬时间就呼呼刮起了一阵裹结着尘土的龙卷风。 风力之迅猛将建筑工历上可抗七级风力的临时建筑物几乎全部摧毁,造成44名员工受伤,两名员工死亡。 甚至呢,到现在,我们在网上还能看到广为流传的当时一段建筑工历上龙卷风刮起的短视频,说这是当时的恐怖情景。 那谁都知道,龙卷风呢,一般发生在东南沿海,多发生在长江中下游的平原地区。 北京呢,它是个内陆城市,周围有很多的高楼大厦,能够挂起龙卷风,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更何况,这次龙卷风刮的咸火,破坏力非常大,造成了一定的伤亡。 而更神奇的是,大风过后,北顶娘娘庙却完好无损。 后头,还有惊悚的事儿发生。 第二天,还在施工县场呢,挖出了一个洞,哎呦,真是让人头皮发麻呀,全是蛇呀。 半天晚上,鸟巢水利方施工县场还发生了不明原因的停电,但北顶娘娘庙里根本就没有供电设备,却灯火通明。 那相关部门一看,这怪事儿重重啊,工程立马停下,便请教了一个民俗专家,希望他能够给出建议。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是知道的,北顶娘娘庙没有被拆除,因为这个民俗专家说, 北顶娘娘庙的地底下有一个能镇住北京的明朝大顶,所以此地不能乱动。 然后,专家解释了娘娘庙的重要性之后,相关部门便决定不拆除娘娘庙了,而是把原本要建在娘娘庙的水利方,直接北移了一百多米的地方。 之后,施工是一切顺利,北顶娘娘庙得以保护下来,云云。 那,以上的文章,网上特别特别多哈,还被制作视频是传来传去,点赞的留言的评论的特别特别火。 那面对刚才我讲到的这么惊悚,这么真实的北顶娘娘神秘事件,那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咱们先说这个邪乎的龙卷风哈,龙卷风是如何产生的呢? 其实呢,就是春夏两季,因为地面受热不均导致的气流变化,进而产生的气旋而已嘛。 龙卷风也确实是多发生在东南沿海,但并不是说北方的城市里边它就不发生啊。 事实上,北京此类气象事件是有记载的。 各位不信的话可以去查新闻。 在2017年的夏天,北京北海公园游船就曾经被龙卷风吹翻过, 所幸当时两名游客并无大碍。 所以说,因为一场季节性的突发龙卷风,你就猜测说是神仙发怒,那神仙的脾气也太暴躁了吧。 再者说,流传很广的什么当时的龙卷风刮起的视频我也看过, 确实可以看得出是某工地上发生的,但没有办法确定,就是娘娘庙附近的某个工地。 为了彻底弄清真相呢,咱们再来看两条新闻。 有一条是01年的8月26号的,当时北京深奥成功刚一个月,朝阳区的政协委员曾建议北顶娘娘庙原址, 修建一座具有现代意义中国妇女形象的艺术博物馆。 并且说,北顶娘娘庙7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场馆是新北京新奥运的一个亮点,希望此庙尽快得到修复。 请注意,修复不是拆除。 下一条,请注意时间。 2003年7月,国家游泳中心建筑设计方案确定了,那么水利方从十个方案中是脱颖而出。 当时人民网是这样报道的,原文,强调水利方方案通过精心设计的景观,将北顶娘娘庙和国家游泳中心集合起来, 自然而然地完成天然景观和建筑艺术的转换,也预示着城市从历史走向现代的过程。 各位可以来看看01年和03年的官方新闻,哪里有要说拆除北顶娘娘庙的半个字的内容呢? 也就是说,国家早就明确了,北顶娘娘庙作为文物保护单位,修上后就保留在奥运会主场馆旁边,何来拆除之说? 讲到这儿,真相应该是呼之欲出了吧。 不过对于北顶娘娘庙来说,因为所谓的水利方事件吧,慕名而来的人变得是越来越多了, 使得寺庙的香火十分的旺盛,这也算是一种意外收获了吧。